主要加点了 你耍大了啊 能怎么睡啊你 有个粉丝朋友又爱问我做鸡公宝了 感谢你的新任 认可我的厨艺 今天我就做一个家庭版的鸡公宝 准备了几个鸡腿 先把骨头去了 切好以后再洗上一遍 把鸡腿肉切成小块 来点料酒 丝葱 胡椒粉 研制一下 这个时间切点配菜 配菜都已经煮好了 现在开始煎一下鸡肉 把鸡肉的鸡肉一直炒干 炒干以后把鸡肉倒起来 先倒点油 油热以后 等一下葱姜蒜 来点干辣椒 滑角 来一勺豆瓣酱 由小火慢慢把这炒一下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以后 把鸡筷下进来 来两勺甜面酱 来糖 然后加上一罐啤酒 炒出红油 这是炒至尝尝 要炒五分钟 煮好呢 先把鸡肉挖进来 吃好的配菜一起挖进来 炒到端手就可以出锅了 炒到端手就可以出锅了 来,渣哥,好好把油做好吃啊 你这是什么做法吗? 我做的鸡骨饱嘛 鸡骨饱不是在那个洒馆里面的吗? 别煮别吃 我该去锅里面倒出来来了 哦 走,好好吃 扶一会儿,再加点辣 你耍带来啊 能怎么吃啊你? 你做的微辣的 我觉得挺辣的嘛 我把鸡骨饱先炒来 你还在西南西的四份 小鸠妹那家鸡骨饱再来炒吃 每次吃可以加份面 泡河里面面是还看不到 嗯 你要把鸡骨饱点煮一会儿 嗯 不然,这么多米饭 咱俩那时候费量也值得大啊 每次吃都点大份 所以结果就在这儿备着了嘛 看咱俩睡起 哈哈 但是那家粥的烤尘 嗯 睡起一些 你说你还在西南上班的时候 在那个 那时候还在二人世界啊 嗯 一定要吃点火锅 吃个鸡骨饱 那时候你还对我特别大方 我现在很大方好过 哈哈 现在有了我 我有了儿子来 不必要给儿子来给 嗯 都没办法吃呢 嗯 嗯 这个锅推开了 嗯 我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感觉没有多长时间 咱们儿都会睡饭 慢慢的屋中 时间就是过得很快 嗯 你今天咋小器做鸡骨饱 其实是一个福斯让我做的 啊 尤其是 丹丹可不可以做一期鸡骨饱 嗯 然后我就做一个试试看 你是要不要咋了 很好 家庭版的鸡骨饱 味道真很赞哦 嗯 嗯 嗯 我来说是什么呀 嗯 我来说是什么呀 嗯 咱要吃这么短 我还想吃呢 吃饭了 吃好就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见拜拜 拜拜